大家好 欢迎关注一飞财经 我是一飞 一提到农村 大家可能都会和贫困低收入联系到一起 然而最近一飞发现 在山东西南部有一个叫做丁楼的小村庄 它和我们印象当中的村子与众不同 这个村子的人均年收入超过了10万 比北上广深的人均年收入还要高 要知道2018年 全国农村的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4600元 而丁楼村的平均年收入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接近7倍 那么这个村子的人为什么收入这么高呢 其实这个村子是一个淘宝村 全村共340户村民 其中有288户从事了电商产业 2018年的时候 全村的交易额就达到了3.6亿元 这种村子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发展得很快 8月30号发布的中国淘宝村10年报告里面 对淘宝村有一个定义 全村有10%以上的家庭做电商 并且交易额达到了1000万以上的村庄 就叫做淘宝村 这种村子全国有43,010个 而10年前全国只有3个 这些淘宝村创造了非常高的价值 全部加起来一年的产值能够达到7000亿 带动了700万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这些村子一开始是把当地的特色产品拿到网上卖 很多原本在当地卖不出去的东西 在网上让其他地区的买家产生了好奇心 于是物以稀为贵就大受欢迎 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 比如江苏就有一个沙几镇做电商家具产业 现在全镇除了有大量的原材料供应商和加工厂 还有138家物流的快递公司 30家设用企业给家具电商产业提供了支持 总的来说这个农村的电商行业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 而且门槛也比较低 如果有条件农村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很多人觉得赚钱一定要去大城市 其实赚不赚钱最重要的不是你在什么地方 而是你有没有看到时代趋势和新的商业模式 好了关于淘宝村大家还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 一对财经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好的咱们下期一对财经再见 分享财经知识点评热门话题 大家好我是一飞 快点击关注让财经资讯尽在掌握